大家好,我是老默 这个视频咱们聊一下桂花糕 因为有朋友说呢,自己做的总开链 其实呢,就是水加的不对 今天就分享一下基本做法 最开始还是关于配比一定要正确 这里是糯米粉100克 粘米粉准备200克 二者呢,是1比2 这样搭配起来,它就有软糯和黏糯的口感 然后关键的一步是加水 咱们这里准备的是130克水 加上白糖一两 然后分次慢慢的倒入 像这样边倒边搅拌 这个水分一定要弄匀 如果说在搅拌的时候搅拌不匀 你很难搓开 水加完之后,咱们像这样慢慢的搓 千万不要着急,把大的颗粒完全搓碎 主要就是为了把里面的水分和面粉充分的搅拌匀 拌匀之后一定要学会看一下这个状态 咱们抓上一把捏一下 然后呢,再轻轻的一捏 如果能够裂开就可以 但是如果说特别碎,那就不行 要加一点水 粉拌好之后,还不要立马做 咱们需要静置15分钟 主要是为了让面粉把水分吸匀 静置完成之后,咱们需要过筛 筛子呢,用60目的就可以 过筛的目的主要是让粉更细腻 咱们做出来的桂花糕呢 吃起来口感自然会更好 再一个,咱们需要把里面的疙瘩筛出来 完全筛好之后就像画面珠这样 非常的细腻 这时候就不要去捏它了 咱们需要准备蒸笼 蒸笼里稍微铺上点东西防止它漏下去 然后呢,直接撒粉就可以 撒粉的时候尤其是第一层 不要撒得太薄,稍微偏厚一点比较好 放入粉之后,像这样给它摊平 一定要把这个底部完全给它盖沿 还要偏厚一点 然后馅儿的方面,咱们大家可以自己配 如果是甜的,就是桂花加糖 还有猪油,搅拌匀就可以 如果想吃咸的呢 咱们一开始和面的时候就不要放糖 馅儿的话就换成肉松就好了 另外咱们桂花糖搅的时候呢 不要太稠,能够轻松撒开就好 让咱们第一层铺好之后 直接撒上桂花糖 另外还有一点大家需要注意 咱们放完这个粉呢,不需要去按 只需要把它抹平 因为咱们蒸好之后 它会变得更加紧实 而且富有弹性 最后再撒上干粉 撒这个粉的时候也要稍微偏厚一点 因为蒸的时候呢,它会下馅 这个上面太薄呢,很容易露出来东西 最后把上面这一层抹平 把所有的馅儿盖到里面就可以 其实做这种桂花糕最大的难点 就是在和面加水这一块 如果把这一块调好呢 其实咱们很容易做成功 也不会出现开裂的问题 粉弄好之后千万不要等 提前把水烧开 直接上蒸锅 蒸20分钟就OK 这就是蒸好的桂花糕的状态 大家可以看一下 表面非常的平整 另外关于这个层次呢 大家自己定,想叠几层,叠几层 但是这个层次呢,尽量不要太薄就OK 前面说到的部分,只要大家能够注意好 咱们下次再做,一定能做出这样的状态 希望大家尝试一下 好了,咱们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呢,也别忘了帮我点个关注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